美国政府出台的商机区域政策日益取得关注 南加州地区也开展了相关活动 近日由Premier公司主办的商机区域主题研讨会在洛杉矶举行 Premier公司CEO Johnny Zhang等人为与会来宾进行了商机区域的相关解读 Premier公司CEO Johnny Zhang介绍 商机区域项目来自税改新众Tax Cuts and Jobs Act 目的是以减免税务的优惠条件为经济暂时不景气的区域吸引投资 商机区域可以大幅度地帮助有资产增值税的人士节省税务 张力章表示 南加州一直是热门的投资区域 商机区域获得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改善社区收获利益 投资机会基金是一项很划算的做法 对经济暂时不景气的社区投资 投资者收获的是产权的增值 此项新政策可以让投资人的现有资本收益享有延税的优惠 此项优惠将持续到2026年12月31日 今天咱们在这里就是想讲解一下 一个商机区域的基金的法案 这个法案是川普在2017年的时候 做的是Job Act and Tax Cuts的法案其中一部分 就旨在就是给投资人incentive 就是增益优惠让投资人把钱投到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以刺激经济然后增加就业率 然后这个法案给投资人会带来很多的税收上的政策 比如说这个讨论会呢 就是我们会详细地给大家解释一下 到底这个法案怎么形成的 然后这个法案能带来什么样的实际上的优惠 然后投资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来自The Health Club的Ocean Zhao 和Kennedy's Realty的Daniel Kennedy 也在本次研讨会进行了与Premier合作开展商机区域的解说 城市地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